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帕奇IPS6社区的contributor 曾经参与组织过IPS6社区多次线上线下的meetup 今天很荣幸可以参与阿帕奇康 为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阿帕奇IPS6的社区运营实践 接下来我将由三个部分展开 首先是如何吸引开发者 近年来开源这条赛道得到了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 那么为了得到一个活跃的开源社区 大家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吸引开发者加入社区 一些社区会寻找一些项目中简单的type 转化为good first issue 降低门槛 方便开发者参与贡献 然而这样做 社区只是表面看起来很活跃 很多贡献者也只是停留在一些简单的PR上 到最后并不会给开源项目带来实质性的收益 要想要吸引贡献者 重要的是我们的项目是否具有足够的价值 来吸引开发者参与中 那么在这之中 我们社区运营者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是协助开发者更好的了解项目 并且加入到社区中来 在阿帕奇IPS6社区中 我们每两周就会出一份社区周报 总结近期项目新增的一些功能亮点 这样可以帮助社区小伙伴 更好地掌握阿帕奇IPS6的最新进展 同时我们也会在周报中 整理一些适合新来社区的小伙伴们 参加的good first issue 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编程的人 可以引导他们做文档 视频步道类的贡献 对于另外一些懂得编程 却对IPI网关了解比较少的人 我们可以引导他们 贡献一些独立插件 或者是测试案例的编写等等 再比如说 IPS6几乎每个月都会出一个新版本 每个版本中都会增加诸多新功能 为了能让社区的小伙伴 第一时间了解这些最新的功能特性 我们每个月都会发布一篇新版本的介绍文章 第二是及时收集开发者 对社区的反馈 协助Committer和PMC成员 营造良好的开发体验 对于非技术运营 我们并不能直观地了解用户的需求 或想要沟通的技术点 所以在整个开源项目的协作过程当中 我们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 所以我们会定期召开社区周会 并且提前在社区中收集大家的话题 可能是他们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个bug 也可能是他们想出来 想要优化的一个功能特性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社区周会的方式 提供给大家一个面对面 直接交流的平台 让社区的PMC成员和Committer 来直接与开发者和用户 进行高效的沟通 另外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开发体验 平时我们也会定期给社区中的新进贡献者 邮寄我们的ContributorT-shirt 给予他们贡献的动力和归属感 最后社区运营在整个开源项目的运营当中 其实都只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个项目究竟能走多远 吸引到多少贡献者 其实最终都取决于这个项目本身 真正吸引开发者的 往往都来自于代码本身的吸引力 比如说对新手比较友好的文档 或者是良好的开发体验 再或者是维护者和开发者之间 快速高效的沟通等等 接下来我将重点讲一讲 我们平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推广活动 来维持项目和社区活跃度的 首先是通过一些技术沙龙和Meetup 作为阿帕奇顶级项目的社区 我们组织的活动都严格遵守阿帕奇位 所有的活动都会提前通过邮件列表 和大家进行讨论 并且每个参会者都只代表他个人 以分享技术为核心 坚决不允许出现为自己企业带货的现象 这会极大的破坏大家的参会体验 第二个我们在举办一场Meetup前 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面对不同的人群 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内容策划 首先如果我们面向的群体 是那些不太了解IPSX的 但是想要通过我们的活动 参与到开源的贡献当中 那我们就需要多一些步道的内容 降低整个参会的门槛 在线下活动 我们还可以增加Workshop的环节 通过这种手把手的互动 可以更加准确快速的帮助他们上手IPSX 并且在活动之后 还可以保持与社区的交流 并且进行持续的贡献 第二如果他们已经是IPSX的使用者 那么我们的内容策划 就要偏向于圆马解读 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的上手实践 最后如果他已经是社区的贡献者和开发者 那我们就可以给予他一定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他成为讲师分享内容 或者可以招募他们成为社区的志愿者 让他感觉到社区的归属感 第三是如何选择举办形式 我们举办的Meetup通常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 首先线上举办的好处是不受各地疫情的影响 而且成本也比较小 比如说一些场地的费用 还有讲师旅居的费用 但是他的缺点是没有参与感 并且经过我们长期的线上行事 会发现流量损失是挺严重的 还有一种是线下举办的方式 好处是可以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参与者可以直接与项目的PMC成员 或者Committer交流技术 并且这还很有助于Local Community的成立 而且通过Workshop的现场 可以更加快速地收获贡献者 并且是有潜力持续为社区贡献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成本较高 而且因为疫情会有一些延期的风险 第四是如何寻求合作 第一是寻求社区的合作 我们IPSX得益于其对于周边生态的支持丰富度 比如说和Skywalking 还有卡夫卡和Posa 我们会经常邀请这些开源社区 联合举办Meetup 通过Meetup这种大曝光的合作形式和活动形式 可以让两个项目之间的生态扩展 得到更好的推广 这对于双方社区的开发者和使用者都是很有益的 然后就是和媒体合作 为了能够扩大IPSX在技术圈中的影响力 我们也会经常与一些第三方技术媒体 通过一些资源互换的方式进行合作 最后一点是到了活动要落地的时候 需要协调好各种事项 包括策划、主题内容、邀请讲师、宣传和直播等等 都需要组织者提前制定详细的进化 并且安排好各个时间节点 给自己预留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 提高活动的容错率 这非常考验组织者的沟通协调能力 当然这也是我们作为非代码贡献者 为社区贡献很好的途径 接下来是技术博客 相较于meetup 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 技术文章可以更好地进行沉淀 而且文章发表以后会被搜索引擎所收录 这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推广 我们开源项目的效果 IPS6是一个开源的微服网关 所以面向的读者群情呢 大多是一些工程师、架构师、技术团队负责人和CTO 我们社区的文章基本上可以分为用户案例 还有技术干货 还有一些宣传类的文章 首先是用户案例 为了帮助更多的企业 还有开发者和开源爱好者了解 并且使用IPS6 我们会在meetup上邀请一些来自互联网、金融、 风信等行业的头部企业的用户 来分享他们的使用时间 并且在会后会将这些演讲 沉淀成一篇篇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呢 我们会在会后将这些文章投稿制 我们会在meetup上邀请一些来自于互联网、 金融、风信等各行各役的头部企业的用户 来分享他们的使用时间 并且在会后会将其沉淀成一篇篇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我们会将这些文章投稿制 粉丝群体较大的三方技术媒体平台 起到宣传的效果 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这些行业头部企业的使用案例 可以启发其他同类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企业 在进行网关选行的时候 都是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些用户案例文章 来最终进行选择的 第二呢 是一些技术干货 IPSX社区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区 每一个月都会有百余个Commit被提交 所以说功能更新迭代是很快的 为了让开发者更好地了解而上手IPSX 我们也会定期邀请社区的PMC成员和Committer 针对一些项目新增的功能 编写一些技术文章 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原码解读 架构分析和技术战解读等等 这种文章呢 对于一些正在使用 或者说尝试使用IPSX的开发者 往往有着很高的借鉴意义和收藏价值 我们也会尝试将这些文章投稿至技术媒体平台 在推广开源项目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将技术分享给有需要的开发者 最后一类呢 是一些里程碑宣传类的文章 我们也会在社区达到某些里程碑的时候 发布一些造势的文章 向外界展示我们项目的活跃程度和优秀 这对于保持项目的热度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第三种呢 就是类似于DSOC和OSPP之类的黑客松比赛 这些活动中的项目都是来自于社区实际的需求 而且会配备一名导师全程指导贡献者 通过参加这类活动呢 开源项目可以解决一些长期的需求 社区也可以获得持续的活跃度 那么对于贡献者来说 也可以持续的从社区获得成长 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开源社区 并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我们社区有很多Commit和PMC成员 都是通过这些活动成长而来的 最后一点是生态扩展这一部分 Apple 7 IPS 6作为一个开源的微服务网关 除了它的架构和插件机制非常优秀以外 对周边生态系统的支持也是十分完善的 现在这个图上面展示了它的一些集成生态 可以从图中看到 它对于周边生态的丰富度支持 那么对于一些企业用户来说 在他们进行网关的技术选行时 看到支持丰富的生态的字眼 更容易对产品产生一些信任 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 丰富的生态也是一种吸引他们持续贡献的动力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项目 接触到其他一些非常厉害的开源项目 并且有机会为他们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社区运营 我们在项目扩展周边生态的过程中 也做了不少事 比如说在社区计划将Apple 6 与一些开源项目实现集成时 我们会提前通过邮件列表和GitHub 一手的方式联系对方 表明我们要集成的计划 大部分社区呢 都是非常愿意接受合作的 而且还会有贡献者主动认领 这个集成的开发任务 在我们实现了集成之后 也会邀请对方联合发布我们的技术文章 进行一个推广 然后呢还可以联合他们举办Meetup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都和开发者实时配合着 通过我们运营的方式 为生态扩展 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说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活跃的社区 其实是需要想办法提升 自己社区的吸引力的 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市场运营的手段 强行的把开发者推进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Race 来自Apachi APSX社区 同时也是Apachi APSX的contributor 目前的话呢 是在Apachi APSX里面 做一些社区运营的工作 那刚刚呢 近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在社区里如何吸引开发者 扩展一些生态 如何去推广一些活动 那从我的角度呢 会跟大家去聊一聊 关于我自己做过的一些 我们Apachi APSX社区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以及我自己对社区运营的一些理解 那在活动推广的部分呢 我们近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气质沙龙 然后技术博客 还有包括GSOC OSPP 那我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OSPP和Summit 那OSPP呢 开源之下 2022其实是我今年接触到的第一个 针对学生的这样一个社区的活动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我来说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我是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是怎么做OSPP的呢 其实在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包括我们社区要有哪一些项目 然后社区呢 有哪一些导师 其实在这个时候 已经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 那我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每一个学生群里面 去告诉大家 我们API 6有哪一些项目 API 6是什么 那来到API 6里面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获得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社区都在宣传 但是每一个社区 其实好像大家的方式 都差不多拉一个群 然后跟群里面的这些同学 去聊聊天啊 发一些相关的信息啊 之类的事情 那我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一些群聊的活跃度 是非常低的 那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能够去获取到OSPP 你这个社区相关项目信息 其实来源是很少的 我除非自己主观能动的去查 那其他的就是群里面的通知 可是通知也未必 大家都会去看 所以其实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我在群里面去写了 非常多的要点 那包括我们API 7 6的一些介绍 我们项目的一些介绍 项目相关的一些导师的情况 那有可能大家会问到的一些问题的汇总 我们全部都放在一个文档里面 那那个文档呢 我们也是做了实时的更新 放在了群公告 我们会每一天早上会提醒大家啊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大家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在这个过程里呢 我会发现很多人来 突然来加我的微信 说你怎么做到群那么活跃啊 之类的 那微信群或QQ群 其实都是社群运营 那它是有目标的人群 然后它会有相对应的这种 社群的一些服务 它甚至会有一些完整的这种 积分制也好啊 或者会员评估的体系 那其实对于 Ataxia 6整个社区来讲 那会有很多的人 他其实并不习惯用邮件列表 比如说我们在OSP上 很多学生是不习惯去用邮件列表 进行一些讨论 甚至他们和导师之间的沟通 都很少去用邮件 那他们更喜欢的是去使用这种 线上的比较方便的交流工具 那不可否认的开源社区 在这样子的事情当中 一定是需要用社群运营的方式去做 其实就是像我们很多社区 在运营这些群的时候 发现的问题 就机械化通知 大家一定会被折叠 或者说频繁的去发送 一些活动通知之类的 或者大家觉得 有一种垃圾信息的疲惫感 那我认为比较活跃的情况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是找了一些比较要好的同事 或者是导师 我们先在群里去活跃一些气氛 那因为当时OSPP的群里面 全部都是学生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其实对一些新鲜的话题 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轻松的氛围 那他们是比较喜欢的 也比较简单的去融入 所以其实在预热的过程里呢 我们是经常会去聊一些 跟社区没有关系 或者说去跟社区关联性 相对较弱的话题 先让大家知道 我们整个社区的 跟社区关联性相对较弱的话题 先让大家知道 我们整个社区的氛围 其实什么都可以聊 不单纯说 你在这个地方只能聊这一件事情 那打开了这个局面之后呢 我们再去进行了相应的导师 会在群里面跟大家聊天啊 聊项目啊 或者说聊个人 聊自己的成长 那在中期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了一场项目的交流会 让每一个导师去介绍自己的项目 以及项目的难度 这样子让学生再去做项目选择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还有就是更容易跟导师建立起这个联系来 那其实OSPP呢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运营的过程中也在成长 那社区的 所有的我们当时项目的导师也在成长 那我们希望能够给到学生们的成长 其实现在也接受到了非常多的反馈 就是虽然可能有一些同学在OSPP中并没有重选 但是也同时在我们群里学到了非常多内容 因为大家会经常在群里面去分享一些项目上遇到的问题啊 或者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个项目才会更好 那我们老师也会在群里面经常去做一些解答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做这样一个事情 让这个群活跃起来 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影响就是 我会觉得在开源社区运营里面 不一定非要每一次都通过什么样的大的一些活动啊 包括meetup也好啊 或者说包括其他的这种合作项的这种技术沙龙 才能够学到东西 反而我们会在跟学生的这个沟通上 和跟学生聊天的这个过程中 去发现一些不同的我们社区运营的一些话术也好 或者是我们运营的一些方式也好 我会去思考这个群体 我需要挖掘出他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包括话题 包括他这个感兴趣的内容和方式 那这个对于我来讲 在以后的路上可能会对不同的群体 更得心应手一些 那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上半年Apache API 6的一个summit 那是一个线上的summit 那其实在我的PVT里 大家已经有看到过 整个我们在summit的全过程里面 是做了非常多相关的前期准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截图 那我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是今年的二月份了 那对我来讲 summit本身它所有的执行策划的方案 包括它每一个细节 我都要去照顾得到 那其实我们在会场设置 然后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工作进度上 所有的schedule的时间全都是我去安排 那整体其实方案写下来了之后 会有很多人说 你这方案做得很好啊 很不错啊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每一步都有非常多的坑 同样是一场summit 如果我是以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话 其实我完完全全可以 去找一个供应商 然后去解决这一切所有的事情 包括连方案 我可能都不需要去写 我只需要跟供应商聊 我的需求就够了 那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从头开始 怎么执行 什么样的内容 那谁来负责哪一部分的 分会场的内容 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 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 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从策划开始到结束 其实每一步都是不同的第一次 对我来讲 对我们的整个社区运营的团队来讲 包括我们社区的每一个小伙伴来讲 都是不同的第一次 然后第一次做策划 第一次去非常系统的排一个工作进度表 然后第一次去写一些web的需求 包括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 summit的主题的web官网 去写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怎么样找什么样的模板 跟是否我们这个模板里面 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做SEO的转化 这一些事情 其实都是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 才会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那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summit这个主题官网上 那在前期策划的时候 大家说好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找了一个模板 那等到真正去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模板里面的每一个逻辑 其实跟我们预想的都不一样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想这件事情之前 和想了这件事情之后 没有去做更多深入探讨的 所以其实这个官网从头到尾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需求1.0是三月份就已经写出来了的 我们在最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测试 视频的这个测试 直播的测试的环节 是做的非常仓促 整个官网在这个过程中 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 它非常严重的打断了 我在summit整件事情的一个计划节奏 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比较多 那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经验 没有任何一个人做过相关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在牵头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大家都是手足无措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没做过 那这个事情谁来做 谁怎么去分 我们也没有写过需求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系统的做过产品经理这样的角色的 所以在写需求的时候我们会跟研发有非常多的冲突 比如我们认为这个需求已经写的明确了 你把哪里的文字换成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研发会告诉你说 那你要什么样的字号 什么样的颜色 其实这些我们都没有 所以整个官网可能在一些做过的人眼里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套一个版 然后换换内容 可能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就做完了 但我们用了三个月 基本上用了三个月才做完这件事情 过程里还出现了很多 很多就是大家目标不一致的时候 没有发生过 也没有进行比较好的同步的这种事情 比如说 我们最初的目的是 让Summit的官网去做一个内容的沉淀 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是以这个目的去做出发点的时候 我们会砍掉非常多官网上的一些内容 官网上的一些设计 一些交互 我们会全部砍掉 砍到一半的时候 就会突然发现说 我们的官网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更多的 让大家跟大家这个使用习惯相匹配的一些页面 和一些内容 比如说 我如果说去点到我们赞助方的某一个 或者是合作方的某一个logo的时候 会跳转到对方官网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是没有做的 这步都是我们到最后最后的时候 才觉得这一步是需要的 所以整个Summit的过程中 最大的第一次在我这里 其实是来源于整个这个官网 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所以从这一次之后 这次这个官网的这个需求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写了1.0 2.0 3.0 然后问题依览 还有部署方案 那从这一次之后 我学到了非常多 就是任何事情 我们是要走在前面的 出去走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在做策划方案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一个大体的框架 但是与此同时 框架里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要想的非常的细致 并且在执行的过程中 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备份的一个方案 然后去解决它 或者说我们需要 及时地对自己的策划 去做相应的调整 这样才能够完全 让整件事情跟得上节奏 那第二个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关于媒体合作这一部分 那参与过ApaCPSX Summit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应该都非常清楚 我们当时是有非常多宣传内容 但这个宣传的排期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第一次 因为过往的Meetup和旧沙龙 我们没有涉及过非常多 十几家的这种合作媒体 一起并行去做一件事情的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宣传和媒体的 这个宣发节奏上 我们需要考虑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它分为两类 甚至更多 我们的合作方 我们合作社区 以及相应的大的 像很多大的这种技术社区 比如InfoQ啊 VCTO啊 私否这样子的地方 那技术媒体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那开源社区的这个需求又是什么 我们又能跟他们做什么样的 这个资源上的置换 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是要 从头开始去谈的 然后我们还要从头去进行排期 在排期的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 收到这些信息的这样一些参与者 他们对于信息的接受度 以及对于信息密集的释放出来 他们能不能够接受 或者说会不会感觉到厌烦 那这个从写的稿件的内容 到我们宣传的节奏 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 技术媒体来帮我们去宣传 什么时候让社区帮我们宣传 其实都是非常有门道的 但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做 所以其实整个宣传节奏 我们自己去复盘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再走 可能都是到了某一个节点 有反馈了发现 这个节点可能反馈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 渠道的新增 或者把渠道的这个宣发的节点 往前或往后去调整 那调整完了之后 对后面的影响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每一步其实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然后才去呈现了大家当时看到的 那样一场的summit 那回归到整个开源社区运营 这件事情来讲 那社区呢本身是一个 大家都需要共同去努力的地方 包括社区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 社区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 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 如果都多做一点点事情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做非常 做得非常好 那对我来说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跟每一家媒体 那作为开源社区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我们能够给到对方什么 那对方能够给到我们什么 我们去在和每一家 技术媒体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以我们是 开源社区的这个角度 去争取非常多的这个资源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会有一些利益的冲突 那我们在协调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呢 其实因为没有做过 我是没有做过社区运营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冲突很好解决啊 那无非就是 如果说他们要 他们要要要针对某一些资源 要去比如说付费啊 或者是去 去要我们去做 给他们更多的这个资源 然后再去置换啊 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啊 我们去找赞助方 然后让赞助方 帮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就好 那当到真正做的时候 会发现 如果一家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的几家 是不是都要这样 那我们为了这一个媒体的事情 那我们为了这一个媒体的相关的事情呢 我们是需要去做很多 很多这种沟通和交流 而且是非常重复性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的 那如果一家是这样 那如果说 一家技术媒体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 那非常多家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那赞助方的经费也是有限的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样一个利益的冲突 包括我们跟开源的其他的社区 在聊这个媒体合作这一方面的时候 也会同样聊到 那你能够给到我什么 这个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 是你能给到我们什么 那我们你想要问我们要包括这个直播 你想要让我们去帮你转播 那你能给到我什么 所以其实在做媒体合作方案的时候 包括媒体的这个合作排期的时候 我们是苦恼了很久的 因为作为一个开源社区来讲 其实我们能够给到的资源 就是我们所有的官方渠道 包括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自己的公众号 我们自己的视频号 还有我们为了Summit做了所有的海报啊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这个通稿啊 那我们其实能够给到的是非常有限的 包括logo的露出 那包括我们会有主持人的口播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独家的这种直播 或转播的这个权限 那把这些摆到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合作的媒体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去挑一些权益 然后给到不同的合作的这个媒体里面去 那比如说社区呢 他会转他会帮我们去做一些会场的转播 但是需要看档期 那合作方呢他会更希望去转播的是自己 有自己讲师的那一部分 那这些其实我们在后面做直播测试协调的时候 都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个很小的团队要在当天的直播现场 协调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排了一个很大的一个schedule 后来发现其实schedule里面的东西 变化都非常的大 那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们跟某一家社区的这个合作的时候 那其实在跟我们谈起来的时候 是说OK今天的全场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其实播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今天临时会要插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直播就会突然断掉 断掉了之后 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这个直播数据的统计啊 或者说我们所有的直播的这个节奏啊 相应的接下来节奏就会被打乱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很快的应对这个事情 那在社区运营的这个角度 从我自己作为运营本身这个身份来讲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除去我没有做过之外 另外的就是所有人都是远程 所有人都是online的状态 我没有办法在现场去做一个资源的调配和调控 那我只能通过不断的电话 不断的语音 甚至说不断的这个打字 所以其实当天的现场状况是非常忙乱的 给我的一个影响呢 就是通过summit也给我一个影响 就是在所有的事情 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想一些可能会出现的突发情况 并且在突发的时候有一个相应的应急的这样一个方案 也不至于说我们在运营的过程中 去出现一些兵荒骂乱的事情 那整体呢 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这两件事过程中 开源社区的运营能够去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大家更了解你的社区 比如说OSPP 我们会做一些这样子的群聊 通过把社群运营和社区的运营结合起来 让更多的新的人来看到我们的氛围 然后参与到我们其中 对我们越来越感兴趣 那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他们知道有我们的存在 我们也做得非常的活跃 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 那通过summit告诉更多的人 那其沙发协派6的社区 在运营的过程 不管是说运营还是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能够敢于去尝试 能够敢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并且我们能够在 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发挥到了 把所有的资源发挥到了最大 那这个其实是我在这半年里 接受到的事情里面 给到我比较大的影响 非常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也很感谢大家对Ataxia 6社区 很大力的这个支持 就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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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